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视频 今天呢 白王起床 还在酒店 现在是早上的 三近九点钟 我订了十点四十五的 去莫高窟参观的票 所以从敦煌市区 到莫高窟还得半个小时 然后十点四十五 你的天天半个小时到 所以就十点十五到 就差不多九点多出发 是比较合适 莫高窟的这个票呢 每天是限流的 而且它分AB类票 A类票呢 是能去的最全的 两百多块钱 两百八十多吧 一个人 这个票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是千万不能迟到 所以宁可早走一点 也不要乱到 好吧 这也是我本次行程 最最最最最最期待的 这个景点 敦煌这城市吧 我感觉 挺破的挺小的 但谁让人是一旅游城市呢 人还特别多 然后有特别多的旅行团 今天晚上呢 我考虑一下 有一个叫敦煌盛典的表演 我看好多人推荐 是以沙漠为背景的 但是挺贵的 好像得收百块钱 所以我现在还在犹豫 要不要去看这个 这个莫高窟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开车过去 所以你跟着导航走 是不对的 你要先到这个数字中心 然后呢 把车停到这 然后一块坐百度车过去 这就是数字中心 这个莫高窟一共有三种票 ABC三类票 都要网上预约 A类票是每天六千张 它是能去参观开放的八个多 然后有讲解员带着 也是最贵的 280多块 230多块一个人 然后B类票 B类票是能参观四个开放的总部 便宜一些 100多 然后还有C类票 C类票是可以在这个 数字中心参观一下 就没有办法去洞窟里面 现在进来了 我身后呢 这就是洞窟高窟 这个每个人都会进来之后 必须得跟着他这个讲解员 每个人都会发一个这种 这种讲解器 你必须跟着你的讲解员 要不然你啥都听不见 而且你不能自己逛 因为他每一个洞窟的门都是锁着的 所以你只能跟着这个讲解员 要听他跟你讲 唉 看完之后还是挺多感慨的 莫高窟的 被发现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 最早呢是这个王道士发现 但是呢 因为当时政府比较腐败 他上报了国家 上报了政府 但是没人管他 所以他把大量的经书卖 卖给法国人 卖给英国人 还有美国人 但是呢 他卖的这个 所得的这个钱款 他并没有自己花了 而是都又重新 用于修筑这个 修山莫高窟 所以现在我们在洞里头 看到大量的这个 雕塑什么的都是清代 在王道士的主持下 重修的 这个呢 就是莫高窟最著名的建筑 九层塔 它这里面呢 实际上有一个大佛 是世界第三大佛 之前是第四 但是因为2001年 好像阿富汗那个 巴米扬大佛被炸了 之后他们就胜成第三了 现在呢 逛完了这个莫高窟 蒋介员带你一共 如果你是A类票的话 一共可以去八个窟 但是它总共可能有 400多个窟 但是大部分都是不对外开放的 还在修山在保护 下来一个多小时就行了 但是里面是不能拍照的 也不能录像 因为整个洞窟里面 还是非常暗的 好吧 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来 强烈推荐 真的是 我感觉应该是我这个行程里面 最精彩 最值得来的一个地方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早上去完莫高窟之后 我酒店稍微休息了一下 现在来到了敦煌的又一个景点 明沙山月牙泉 他们两个景点其实是一个 对吧 110块钱一个人的门票 进来之后可能还要坐骆驼什么的 因为那沙丘特别的高 而且现在特别的晒 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防晒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的晒 这有很多这种骑骆驼的 因为这沙丘确实不太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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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非常多这种 这种骑骆驼的人 看这沙丘 这多高 看到这里面上了 还有滑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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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滑翔海 特别的晒 除了晒之外 这骆骆驼 做起来特别的滑翔海 看这个骆驼的毛摸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挺豆烦的 之前我虽然坐过骆驼 但是没有骑过这么远 知道在这这么颠的情况下 坐一个小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骑 这周围全是骆驼 很专业好吧 骑完了骆驼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这骆驼你要是没骑过 你可以稍微体验一下 如果你骑过的话 其实挺没劲的就绕一圈 而且那路不是很好走挺颠的 第二点呢 一定要带水 带很多很多水 因为这里边特别的干特别的水 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 但是还是觉得特别的干 我看没上山的人 在这边 然后岳阳泉正在这儿 岳阳泉 我这鞋子全是啥子 它这个锁声 还是挺有用的 要不然走沙子 太费劲了 因为你每走一步 你脚陷到沙子里后之后 你还拔出来 就很费劲 你踩在这上面 你脚就不会陷下去 就让你省了很多劲 这上山之路 太费劲了 我现在才上了一半 我现在才上了一半 就已经感觉了 快不下了 我现在爬到了大概四分之三的地方 实在是爬不动了 我稍微歇一会 好吧 我现在终于爬到了最上面 这第一次又越安全 我现在已经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鞋里的沙子 好 我现在两个脚聚重无比 看下我的脚 看下我的脚 太夸张了 真的是太夸张 好怪不得感觉我的脚这么重 好了 今天呢 早上去了墨高窟 下午来了这个明沙山和月牙泉 感觉还是很值得 所以今天的行程呢 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我 给我点赞 以及转发这个视频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给我留言 非常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这骑骆骆人还真的挺多 你说这骆骆一天也够无聊的 就在这景区别人骑来骑去 骑来骑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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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